家裡的寵物 對於很多主人來說 如果要帶家裡寵物看獸醫的話 應該是一件千生萬苦的事 以我為例 如果要帶溫婦和一姐出來看獸醫的話 我相信需要一個很大的空間 因為牠們會到處跑跑跳跳 對於貓仔住的主人來說 貓仔比較細膽 來到這間獸醫診所 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這裡的環境相當寬敞 亦分開了狗仔的等候區 還有那邊貓仔的等候區 讓小胆的貓仔不需要那麼擔心 令到寵物的心情能夠放鬆 繼而減低牠們對陌生環境的恐懼 自然主人和寵物來看獸醫的話 都覺得很輕鬆 看獸醫, 用不著怕 貓仔應不應該洗澡呢 你說是不是需要呢 其實都不是特別需要的 因為你可以養貓很多年 都不需要洗澡都沒問題 牠們是可以結得很乾淨的 牠們其實很潔癖的 你會見到貓不斷舔自己的毛 正在清潔自己 但如果是長毛貓 我很多時候都會建議你跟牠梳毛 因為你要梳走一些水毛 牠們都會套毛 但有時套不到毛 就會卡住了 都會不太好 好像聽坊間有些 肚毛膏那樣的東西 是不是 有些肚毛膏 會令牠自己吐那個毛球出來 有些有多些纖維的肚毛膏 或者是零食 就會令牠餓出來 貓仔會不會有機會有失這個問題 貓都一定有機會有失的 因為你不出街 你自己去一個地方 可能踩到一些草地、泥地 可以在這個鞋底帶一些實彈回來 怎樣可以發現牠有塞呢 最主要就是會 拗多了 拗頸、耳朵後面 可能見不到塞 但見到很多黑色 一點點黑色 這可能是一些塞的分別 處理它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滴塞水 滴在頸背上 其實是可以處理到一個塞的問題 但是你家裡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找塞的源頭在哪裡 對 可能要找一些人去做一些清潔 嗯 因為我支持你 今天見到 numer 西陛房子 把你黑色 it